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肩脾后仗或者素仗 第六个 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三股金刚树银 压着坐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派出三次气 坐手就是坐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压着右臂 从坐臂孔当中出三次鸽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臂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鸽 出三次鸽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开始念修命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三经长的这种语言 融入你的心 获得这种讲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噓西名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呢 沙吸公似乏 水 农络书 水 农络书 水 农络乜 鞋子 短鲍子 倆子 全一本 ADVISUS XX., idi ROVAL XBC. 曹 assen XRP. X 크로 X 14. Miss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灾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菩提心发起来 让真正的菩提心发起来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 就大概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 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 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重体啊 根本像是如意宝 您一定要垂念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不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 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照 就是全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就是在他面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 他心的动弹呢 也是需要正直来护持 颂文当中这样说的 经理便观察 慈如旷向心 惊喜法念主 念法主 以双为师父 他这里呢 就是说我们护持菩提心 护持政治正念的人来讲应该尽心尽力 竭尽全力的 就是全面观察自己的心态 始终都是要观察自己的心态 那么这个心呢 有时候呢 就像疯狂的猴子一样的 有时候呢 就是这个心就像是一个狂想一样的 嗯 这个狂想呢 我们前面也做过解释 这个非常可怕的 所以这样的心一定要精进的 就是吸在这个修持菩提心 以免善法的柱子上 就是经常呢 用正直来观察 就是这样的心到底就是失去了没有 就是时时刻刻地去观察 我的这个心呢 是不是在菩提心 或者是出离心 或者我的所愿的这种修行上 如果我们的心已经离开了这个正法的柱子上的话呢 那么就是肯定对自己他人 带来就无比的痛苦和危害 因此呢 就是以正直来观察 就是这个心就是非常重要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大家也应该清楚 的确是我们的心呢 就是这个没有好好的调伏 没有这个修行呢 他对精神来世带来非常的不利 因此呢 我们这里呢 也可以用这个框想的这个比喻的话呢 就是框想呢 也的确是如果没有这个调伏的话呢 就是非常的可怕 而如果他真的已经幸福好了的话呢 那他的身体呢 就是人们都怎么样这个应用都是可以的 而我们的这个心呢 也是同样的 没有这个通过修行来调整之前的话呢 有时候极其的可怕啊 比如说 以众生的相续当中生起了一些特别强烈的贪心啊 贪心啊 以及这个傲慢自信的话呢 就根本就是不知道 真的已经这个发放了 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所以我们呢 应该就是经常啊 就时常都是观察自己的这种心 然后呢 应该用正念的这种顺索就是来 就是将把自己的这个心呢 已经转 就是转在这个三法的念族上 所以呢 我们平时就是不管是走路啊 吃饭啊 做任何一件事情呢 应该是比较这个如法的 同时呢 就是心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正着正念 阿底下尊者呢 就是说 这个正知呢 就连是顺索一样的 而那个 这个 我们这样的想 什么那个 狂想般的心呢 就是应该用正知的顺索来算在什么 就是那个一念三法的柱子上 这一句话呢 是少了 这一句话呢 就是说 我来说说 我们这样的话 说我们去说 还是老子 这一句话呢 这些的喜欢你 这是我对应该说 这两个人想要等等 就根本就要是转 这一句话 真正特别的 那个人 这一句话呢 我们最喜欢的 这个问题 这次是马来的 也对应该都会再往那边 对 这种文章就好看 这里也不见了 对应该帮助 这一句话呢 就是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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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与禅顶不离开 他这里就是说我们应该呢 就是时时刻刻啊 就是经常就是观察自己的心 紧紧的就是接近全力呢 就是修持一些这个禅顶 就是意愿专注的这种禅顶 那么意愿专注的禅顶呢 实际上心专注于一方心专注于一方的话呢 这是我们佛教的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呢 心就是得不到的这种境界呢 也可以叫这个意愿专注 佛经当中呢 也说这个如不得心 实名一心 就是如不得心 实名一心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的心呢 就是未来的心得不到 就是过去心得不到 现在心得不到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专注 这是比较高的一种层次啊 就是高的一种层次 那么如果我们心呢 就是真正能安住在这样的一种境界当中 而且呢 就外面的一些颠倒的色神相位方面呢 一点也是是不散乱 就是不这个 就是怎么说啊 就是这个心呢 就是不会散于 就是外面的这些颠倒的外景上面 以前的这个 一些这个禅宗的这个高僧大德们呢 他们也这样这个认为的 就是除了禅以外呢 就是没有就是这种净土 而必须要了知这个 净土以外呢 就是没有这个禅宗 就是像以前的 什么这个风招禅师啊 等等 就是有些禅宗的教言当中呢 就是也是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呢 应该就是年年恒观察 无以何所思 就是时时刻刻的是 一心一念 也就是说呢 我们心心年年都要 这个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 我的这个心呢 到底在这个想什么 到底在做什么 一直这样观察 如果这样 不管是你念佛也好 参参也好 闻事也好 始终都是这样观察的话呢 那么这就是也是殊胜的一种念佛 就是《华人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若能念佛心不善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心呢 如果这个经常念佛 当然念呢 有两种 就是一种是这个心来就是一念 还有一种呢 我们口来就是念诵啊 所以如果你就是时时刻刻呢 就是这个观想佛陀 或者一念佛陀 能辞这个佛的名号的话呢 那么就是这个人呢 现在的这已经就是 有这个独见无量佛的这种缘分了 有这个机缘了 这个功德和这种缘分呢 真的是在千百万劫当中是难以就是得到的 这种缘分的这种缘分之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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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面已经一再要求 不过心一直要专注 然后身体 有时候安住的时候 如上一棵大树一样的文种 然后走路的时候 只看一摸左右的这种路 所以行为一直是有严格要求的 但是大慈大悲的佛陀就开许我们 有时候就自己是信了 实在是无乱无为力 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应该是有的 真正是构成罪业的一些业 这种我们佛教始终都是不开许的 比如说心里面 产生贪心 诚心 邪见 还有有个别的这种烦恼根本戒等等 这些不管是密乘当中 显宗当中 是都没有开许的 藏传佛教也是这样的 藏传佛的颂词跟翻译有点点差别 但他这里 比如说无能随以信 就是后面的这个基颂 就是心善 亦因暗 就是这个 好像藏传佛自己的意思讲的话 无能随以信 如果实在是无能为力 就是心一直不能专注的话 有时候就是开许 就是让我们心稍微散乱一下 就是心呢 只要是你大的这个戒条 没有违背的情况下 就是身可以得有些细微的这个戒条 就是在这种时刻呢 就是唱歌啊 唱舞啊 或者说是有一些 这个 这个 还有呢 就是有一些 这个度化众生 利益众生 弘扬佛法 这方面有特别的必要的时候呢 也有这个开许的 就说对蹤比如说 我打 dating看到一个数字的 但是这个天启啦 也会有着邀和一些 这个有什么血系的 其实它就可以带我 且爱这个和我的 自己она供意状 所以有多没什么 就让我这个根很关系 没啥 你说放大母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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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样做的话呢 对我自己对忠诚有没有这个利益呢 首先呢 你应该就是想得多一点 说得多一点 我们世间人呢 经常说就是出话 就是说在前面 就是出话 就是先说多一点 就是有这种说法 因此呢我们先呢 就是思考得多一点 就是就很多方面呢 考虑的这个比较主导 然而你如果再三再四的思维过后呢 你已经去 就已经决定了 就是已经想做这件事情 啊就是 思以欲为实 就是一想做这件事情 想做这件事 然后呢 就是再不要这个想到是做这个其他的事情啊 坦布根会儿在讲那个《入行论》的讲义当中呢 也是这样讲 比如说我们这个学《入不再心论》 学《入不再心论》的话呢 首先你要啊 这个考虑到我这部论典就是会不会能完成 会不会就是对我自己他人有没有利益 就是先好好的这个呃就是思维 思维完了以后你要决定 决定完了以后呢 你开始学 你开始之后呢 你再也不要这个变了 而且中间呢 也许是你觉得是如性论是好学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不懂的 也许呢 你觉得是特别困难 就是要换一个味道 那这种做法都不太合理的 你很不容易就是发这样一个这个信 发完信以后呢 你就在中间呢 就是不要这个改变 就是一定要先把这个学完的遗憾呢 然后就是再看这个其他的这个论典 这就是智者的一种这个行为啊 现在的好多人是不是这样的 今天呢就是看看这个上师 明天看看那个上师 今天尝一尝这个味道 明天尝一尝那个味道 就每天都是转来转去 看来看去 结果呢一无所成 就是最后的话呢 就是真的自己也是这个 特别就是我就是伤心 就是有这种这个后果 这种的难度就是 这种呢 就是这种东西 我这个是在那么多人 今天这个小学生 就是可以 多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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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按次第的去做 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还是要选择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遇到什么违缘呢 最好是不要退啊 这样的话 如是一切事情 很容易成的 否则的话 那么皆不成立 这二的事情都不会成立的 最后的话都失败的 随便不正直 那么这个随便呢 他这里讲的是一种 什么 二十种随便烦恼 不是六种根本烦恼的 这个随便烦恼 随着这个什么 就是以这个无名相依的这种 随便不正直 这个不正直的话呢 就是这个正直的违凭 经常不能观察三门的这种烦恼 就是这种烦恼呢 就是不会增上的 不会增上的 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去想想细细观察 做任何一件事情呢 应该是有次第的 有这个什么就是 有程序的 这样去做的话呢 那么这些这个 随便的不挣扎 而引起的各种烦恼呢 在你的相续当中是不会增长的 应该说是所有的这个烦恼呢 就是都以这个熄灭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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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